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于德 武昌人尹图南有一所别墅 一度被一位秀才租住 半年过去 尹图南从来不曾过问 一天 尹图南同秀才在门口相遇 那秀才年纪轻轻 却显出一种青球肥马的豪华气派 仪表文雅优美 尹图南上前与他交谈 又觉得他性情含蓄 宽厚 令人喜爱 尹图南觉得这位秀才有才并非常人 回家告诉了妻子 妻子打发丫鬟 背里探望 连同探得虚实 结果发现他家有一位美女 长得比仙人还要娇美艳丽 第二天 于德便写便捷回请尹图南 尹图南来到他家 那屋中墙壁都是用明光纸装饰 明镜如镜 金狮子香炉中飘着珍贵的奇香 一个碧玉瓶插着凤尾和孔雀鱼各两只 每只长二尺有余 一只水晶座的瓶中插着一束不知名的花 也是高二尺左右 垂下的枝条覆盖了积岸 并延伸到积岸外 树叶稀疏 花朵繁蜜 含苞未放 花朵如同沾水的蝴蝶闭上翅膀 花地就像蝶须 宴席上只摆了八种菜 却异常丰美 入席后 于德让童子行鸡骨催促开花的酒令 鼓声一响 水晶瓶中的花朵就颤颤悠悠地即将绽开 不久就慢慢地绽开了 接着鼓声低沉下来 随着一声沉沉的鼓声 蝶须壮的花地顿时凋落 化作一只偏飞的蝴蝶飞落到尹图南的衣服上 于德笑着起身 为他斟酒 尹图南把满杯的酒刚喝完 蝴蝶也飞走了 一会儿 鼓声再次响起 两只蝴蝶停在于德帽上 于德笑着说 我做法自闭了 于是也干了两杯 鼓声响过三遍后 落花飞舞 分落在二人的衣袖和衣襟上 击鼓的童子笑着上前指认 分数各落多少 结果 尹图南应喝九杯 于德应喝四杯 尹图南却以不胜酒力 勉强喝了三杯 离席逃走 从此越发觉得于德神奇了 然而 于德为人不喜交友 往往闭门独居 并不同社会上的人交往 尹图南逢人就讲 听到这等歧视的 都争先恐后地与于德交好 于德家门外来访的达官贵人 常常络绎不绝 于德很不耐烦 忽然向尹图南告辞离去 于德走后 尹图南走进瑜伽 空荡荡的院落整理得十分干净 烧落的竹油堆放在青石阶下 窗间零散的不薄和扯断的沙线上面 仿佛还留着纸印 一个白石小缸被遗落在屋子后面 大约可称一袋粮食 尹图南把他带回家 在缸中养了几尾金鱼 历史一年 缸中的水仍像刚刚倒进去时那样清澈 后来 由于佣人不小心将石缸打破 但水聚集在一起依然如旧 也不散落 看上去石缸好像没破 用手一摸才觉得软软的 并没有缸 把手伸到水中 水就会随着手的伸入而外溢 把手抽回 水又合在一起 冬日里 水也不会凝结 有一天夜里 那水不知怎的结成了冰 而鱼仍然在里面游动 尹图南怕让外人知道 一直把它放在密室里 除了儿子女婿 谁都不给看 时间长了 消息逐渐传开 登门拜访的人不断涌入 迎色家门 腊日的夜里 冰忽然化成清水 致时满地阴湿 雨也消失不见 只留下石缸残片 忽然家中来了一位道人 请求一关那石缸 尹图南给他拿出蚕食来看 道士说 这是龙宫蓄水的器物 尹图南同那道人说起 刚破而水不泄出的气吻 道士说 这是因为石缸有魂 便阴阴窃窃地讨要一点蚕食 尹图南问他有何用场 道士说 用着残片岩泻作药可让人长寿 尹图南给了道士一片 道士拜谢离去